人生百態 娛樂開懷歡迎收看《談笑與生》 皇室的各種動向都能引起人們的好奇之心 而各大皇室公主的婚事自然也備受關注 日前 日本皇子秋小宮文人親王的長女甄子公主 與同學小氏龜正式向皇室遞出結婚申請 完成了長達四年的愛情長跑 日本電視台稱 甄子於當天上午緊見上皇名人夫婦 向爺爺奶奶講明了自己的結婚事宜 之後 他又向天皇 德仁和皇后 雅子以及妹妹等做了告別 在下午的結婚記者招待會上 小氏龜才出現在大家眼前 甄子明確表達了對丈夫的情感 龜對我來說是不可替代的人 而對我們來說 結婚是保護心態 並活下去必要的選擇 小氏龜則表示 我愛甄子 我想和一個愛我 能一起生活的人共度時光 直到現在 我有過快樂與不快樂的各種感受 對於這次婚姻造成的不便 我深表歉意 據悉 甄子公主與小氏龜登記結婚之後 會先在東京都暫住幾天 之後 由於小氏龜工作的原因 得立馬返回美國 而甄子公主的簽證還沒有下來 她們不得不過一段分居的生活 這段時間內 迫於現實的原因 住酒店可能會花費高昂的租金 因此 甄子公主極有可能會先暫時住進小氏龜位於橫濱的老家 單獨面對婆婆小氏龜帶 並幫助照料小氏龜病重的外公 直到取得簽證後 才能啟程赴美與丈夫會合 按照日本皇室女兒出嫁的傳統來說 她們雖將脫離皇室 但是會獲得一筆巨額的嫁狀 以保證她們能在婚後繼續過上體面的生活 但甄子這次出嫁卻決定淨身出戶 不要皇宮的一分錢 據悉 甄子放棄了約1.5億日元的嫁狀 此外 據媒體報導 德仁天皇提議舉行一個皇宮大禮 也被甄子父親邱小公文人拒絕 甄子選擇了不舉辦婚禮 結婚儀式更是皇室史無前例的簡單 就連迎娶大公主的小氏龜 也無法與德仁等親戚們見上一面 究竟是何原因讓這位公主的婚禮如此不體面呢 此事還得從頭說起 2012年夏天 甄子公主在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遇見了小氏龜 那天在富英留學交換生說明會上 兩人正好一前一後的作者相聊甚歡 這一機緣巧合最初還被日媒形容為命運的相遇 甄子雖出身於傳統的皇室 但他從小就很有自己的想法 並且成績優異 多才多藝 而小氏龜也同樣是個優秀的人 他招牌時的微笑是最初打動公主的法寶 甄子曾公開表示 認識之初就被小氏龜陽光般的笑容所吸引 而小氏龜曾說 甄子公主像月亮一樣靜靜地守護著我 2013年12月的一個夜晚 兩人在飯後一起散步 小氏龜突然對甄子說 將來我們結婚吧 在幽靜的月光下 甄子公主點了點頭 大學畢業後 他們各自為了自己的前程奔波 甄子2015年前往英國萊斯特大學攻讀博物館學碩士 完成學業後回國擔任東京大學綜合研究博物館的研究員 而小氏龜則在一家律所短暫工作後考入日本伊喬大學 攻讀國際經營戰略專業碩士 兩人低調交往多年後 計畫於2017年7月對外宣布訂婚 但由於日本北九州當時突然遭遇嚴重水災 皇室考慮到災民情緒 將訂婚記者會推遲了兩個月 如此重視民意的日本皇族沒有料到甄子公主心中的王子 之後卻令國民大失所望 2017年11月 宮內廳發布消息 甄子公主與小氏龜 預計2018年秋天舉行婚禮 不是出身於名門望族背景的小氏龜勾起了民眾的好奇心 海王子和學霸人設在日媒報導中頻繁出現 青年才俊的形象悅然直上 可惜 民眾還來不及歡呼雀躍 就被小氏龜接二連三的黑料震碎三觀 比如 他曾在派對上左擁右抱 儼然一服情場高手的模樣 緊接著他的母親也被爆出黑料 原來 小氏龜的家族疑似有遺傳學精神病 他的父親和爺爺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相繼自殺 隨後他的母親為了生活與男性朋友竹田交往 並與小氏龜考上大學的那年訂婚 之後 小氏龜在學校的一切費用都由竹田負擔 甚至在小氏龜20歲生日時 母親更是大手筆在東京都新橋的一家高級餐廳為其慶生 第二年 小氏龜待不顧竹田的意見 執意還要在一家消費更加高昂的餐廳為兒子舉辦生日宴 竹田慢慢意識到自己只是這對母子的錢包 提出與小氏龜待解除婚約 從訂婚直到解除婚約 竹田的銀行賬戶記錄顯示 向小氏龜待匯款總額超過400萬日元 於是以書面形式要求對方償還這筆錢 小氏龜待最初答應每月還1萬日元 但在諮詢律師後認為 這些錢款沒有借條 屬於竹田的贈喻 沒有理由償還 雙方就此產生經濟糾紛 這件事迅速發酵 再加上小氏龜之前的那些黑照 她被貼上了鳳凰男 有心機 不靠譜 想攀高支等各種負面標籤 更有媒體指出 她的學歷很是注水 那個法學研究生屬於交了錢就能上課的那種 是不用考試的旁聽生 之後 日本皇室以訂婚事宜準備部族為由 宣布將真子公主的訂婚延期 一時間輿論四起 真子公主作為邱小公文人秦王的長女 是名人的第一個孫女 自出生起就倍數關注 就連她去皇居種水稻 養殘等事 都會在民間引起熱烈的討論 其實 大多數人對真子公主下嫁平民 沒有太大意見 門地怎樣不重要 但品行端正是基本要求 但當事人小氏龜一直沒有出面解釋 直到2019年1月才公開發布說明文書 稱竹田與其母親解除婚約時沒有要求償還錢款 當時已達成共識 一年後竹田反悔 而在這份文書發出之時 糾紛已經解決 遲到的解釋未能逆轉民意 而且婚期推遲之後 小氏龜就赴美國留學 許多日媒當時揣測 推遲婚期的說法 是為日後分手做準備 然而 即便小氏母子的黑料層出不窮 縱視皇室施壓 舉國暢衰 真子公主依然堅持 一再堅定地表示自己要跟小氏龜結婚的意願 表白彼此是無可替代的存在 基於對公主的尊重 皇室也只好答應了這狀婚事 而自真子公主的婚訊再一次公布以來 皇室就成為了日本各大週刊誌的關注焦點 他們報導的消息真真假假 難以完全取信 但往往非常勁爆 賺足讀者眼球 雜誌上經常談到皇室內部針對真子婚事的矛盾 比如邱小公文人親王很長一段時間 拒絕在家中討論小氏龜的問題 直到2020年末才默許兩人結婚 比如真子公主痴情於小氏龜 比如上皇后美智子對小氏龜下達最後通牒 而有的報導甚至把日本唯一的未成年男性皇族 十多歲的幽人也拉進來 說他受到姐姐婚事的影響 日常生活受到干擾 雜誌上的報導涉及大量皇室負面新聞 因此 宮內廳每年都會在官方網站 發出幾篇圍繞真子的闢謠公告 作為皇室事務的管理機構 宮內廳公開否認流言蜚語是保護皇室成員名譽的職責所在 但從傳播角度 官方否認 反而讓小道消息更受關注 周刊誌繼續引用各種宮內廳人士的說辭 讓真子承受巨大壓力 今年10月1日 宮內廳召開記者招待會 借醫生之口宣布 真子與家人 結婚對象長期反覆遭受誹謗重傷 難以逃避 因而患上複雜性創傷後應急障礙 有些日本民眾對這種輿論環境也表示擔憂 目前這種狀況下 真子與小事都很難反駁 無論被寫了什麼樣的謊言 無論怎麼被誹謗重傷 也不太可能起訴對方損壞自己的名譽 因此 在長期輿論的壓力下 公主患上抑鬱症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其實 生於現代日本皇室家庭並不是多麼幸福的事 皇族成員不能發表任何與政治有關的言論 沒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只能從事名為皇族的職業 全部皇室財產都屬於國家 每位皇族雖有國家撥付的工資 但這筆錢來自國民稅金 各類州勘制乃至普通人完全可以站在 不能浪費納稅人的錢的道德高地 對皇族的生活指手畫腳 或許也正是因為如此 真子想擺脫眾人對自己生活的干涉 想要爭取自己的幸福 為此 真子公主企圖通過淨身出戶的方式離開皇室 以證明小石龜不是為了錢才跟她結婚 但這也讓人們擔憂 二人婚後將面臨巨大的經濟壓力 不過 據悉 小石龜如今已在美國紐約的頂尖律師事務所 洛溫斯坦桑德勒律師事務所就職 估計年薪可達2000萬日元 基礎生活應該不成問題 紐約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也伸出橄欖枝 邀請真子擔任該博物館負責日本畫廊的策展人 年收入大約是1500萬日元 而小石龜對公主不要嫁妝的行為 也並未表示任何的不贊同 想必她也會努力讓公主過上幸福的生活 有很多網友認為 真子的做法是涉事未深 太過單純 但作為一個在全國人民的專注下談戀愛的人來說 她的舉動又何尝不讓人感到敬佩呢? 這樣一個有勇氣 有自我思想的公主 想必也對自己未來的生活充滿了自信吧 無論如何 祝福他們接下來的日子幸福美滿 能夠用行動打臉那些對他們的感情指手畫腳的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 歡迎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 想看更多內容 記得訂閱點讚 我們下期不見不散